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明显的 是巨大的 可是张耀光从来不去怀疑这一块 反而把敌人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完全混淆在一起的 我想国民党的选举是他的内部的家务事 理论上我们是不用去讨论的 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主席选举 可是最近因为阿富汗的这个事情 国民党内部重要的人士 甚至是县职的干部 乃至于党主席本身所发表的一些言论 让我们不得不担心 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非常奇怪的讯息 甚至是错误的讯息 因而对台湾的外交 跟整体的台湾对外的形象 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 所谓美国可不可靠 当然会有很多人表示问号 但是赵烧康也好 或者是国民党的前外交部长 欧宏廉也好 都不断地强调 美国绝对不可靠 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另外一个 更大家是有共识的 也就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是明显的 是巨大的 可是赵烧康从来不去怀疑这块 反而把敌人跟朋友之间的关系 完全混淆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朱立伦 是江几成 认不认同赵烧康的说法 认不认同欧宏廉的说法 因为这些都是国民党的重要人士 赵烧康曾经想选党主席 甚至选总统 欧宏廉是马英九时代的外交部长 所以台湾是阿富汗吗 美国是绝对不可靠吗 这样的说法 我们希望江几成跟朱立伦 能够出来表态一下 至少我们看到马英九都愿意出来说 那样类比是不对的 可是我们看不到朱立伦 看不到江几成 来驳斥这样的一个类比跟说法 就是这个类比之一的 我们就想按赞 我们不认为这些u flies ина 码 就是这可能 电梯